今天我會做金蠔 貴花物墊金蠔 給大家看看 我拿起 大家去買金蠔 最好買那個芯是濕濕的 我建議大家買少少有顏色 就是微微黃色這一種 應該是最完美的 記得我自己 我自己都會買很多金蠔 因為金蠔是季節性的食材 我自己就會放入冰箱 記得是冰箱 不要放入冰箱 好 水滾 我今天用冰箱的 不用太多水 夠了 首先我們用蔥 放進去 你也知道我們煮食要顧及大家的 一定要盡量 那個味道不要太腸 我們先放蔥 蔥和薑不要的 薑 放進去 先煮一會 金蠔也是蠔 蠔油也是蠔 我們放一些相似的味道 不要放醬油 我們放蠔油 有些人是不喜歡吃會覺得很腥 很腥 米酒就可以披走這個動作 即是這個味道 米酒 好 滾回了 我們下去煮一煮 浸多久 我自己的建議是浸5分鐘 5分鐘就應該很穩陣了 因為始終我們吃東西都是想吃得安心一點 六個下的時候 其實都變色了 記得不要太大火 真的會穿的 不妨這樣 放下一會 吹乾水氣 大約一至兩小時就可以了 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說明它是金蠔 其實它是濕的 全部都 如果你鋼生去煎它的話 它真的很容易爆 我們去休息一下 其實表面都開始乾乾的 我希望是全乾的 用中大火 然後煎回香 中大火好了 因為你 還有我建議就是比較 它是這樣蛋是正常的 為什麼呢 這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我從來沒有封乾它 就會這樣做這個效果蛋了 所以我們要用技術搭救 就先翻一下它 平時就不要動它 平時不要動它 先煎脆一面 因為現在我濕了 我要快點令它 不要那麼彈 差不多可以的時候 我們再加蜜糖 蜜糖不怕多 因為蠔本身是很鹹的 還有蜜糖呢 因為有甜 你放進火裡 它會有一個脆臉 你看到它其實已經開始 焦糖了 立刻 桂花 桂花是增加它的香味 送給大家今天這個 非常靚仔的 桂花物墊 金蠔 你們繼續煮看看 你讓嘴巴